好幾大包垃圾丟在角落 有烤網 有臉盆 甚至還有沒吃完的蛋糕 還有像這樣 泳池還沒做好 浴室連棚頭斷掉 有民眾來到墾丁 包動民宿慶生 差點崩潰 事後氣到上網PO文 民眾氣炸發千字文指控 8月2號跟親友二十幾個人 到墾丁包動慶生 結果入住時間被延後一小時 而且下雨天 烤肉池還不能用 最扯的是 說好的泳池還沒完工 烤肉池也堆滿垃圾 讓民眾憤怒指控入住 還要自行打掃 後續不僅沒賠償 還付了三萬六 決定跟消保官申訴 對於種種指控 民宿業者說 泳池的確還沒完工 但垃圾是集中處置 維修也有立即處理 對於客人不滿 致歉願意全額退款 你說設備上的不足 環境的問題那確實 我有跟客人協商過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我全額退款給他們 你不喜歡 那真的造成你的困擾 那我就是會拿出 我最大誠意 屏東消保官介入協調 表示這一間民宿 並沒有合法登記證 已經請交通旅遊處 到場積查 積查謀外民宿 是非法登記的民宿 那屏東縣政府 將依據發展報告條例 以及民宿管理辦法 將予以積查 非法經營 市府積查後 將針對缺食開罰 這回民眾包動民宿慶生 卻因為環境障亂 設備缺失 百姓而歸 三立新聞林鄭和朱駿 解物慧山 屏東報導